就给4000块钱 杭州市没有他的课 然后因为疫情 把他打发走了 他又失业了 杭州竞争太大了 有什么 杭州有西林医社 有中国美院 他轮不到一个刚刚毕业的人 到杭州来单独创业 毕业的书法生有6000多个 但是到学校里面去做书法老师的 有多少个人 614个人 只有10%都不到的比率 你现在从学校里面毕业 去直接做书法老师 这条路我给你排除了 很难 很难 你通过刚毕业去办展栏 卖书法作品 卖字生活 绝对是不可能的 全国有这么多协会 书法家协会 能不能让这么多协会会员 去学校里面做书法老师呢 书法专业的 或者是想从事书法工作的 我会建议一个群的 好吧 会放在评论区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场直播 跟大家一起探讨了 书法专业的艺术生 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聊得很开心 甚至于喝茶都喝醉了 也送了很多奖品 那么关于直播的回看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别的讯息 都会在视频中慢慢的跟大家提及 那我为什么要做直播呢 因为有一些主观输出的观点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之后 我想定一个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 脚本架构 再来拍摄 会好一些 那么直播的话 可能风格会不一样 会轻松一点 会开心一点 希望大家把这一期视频看到最后 因为有很多讯息 很多节奏会比较快 我会一点一点通过一些 网友的问题来给大家剖析这个话题 简单的来说 我们交流群有很多书法艺术生 有在校的 有毕业的 有想考的 那他们有很多的问题 包括私信里面 有些人找不到工作 没有人要 他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他很困惑 因为我至少在这行已经做了十年了 我已经至少我生存下来了 所以我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你们有一个帮助 最重要的是 今天这个视频有两个大前提 第一个 书法系 我觉得这一条路 国家开办这个专业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问题在别的方面 所以我觉得你想考 你现在学 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一个大前提 第二个前提是 我只针对你未来想通过书法来维持自己生活的 来想要通过书法来生存的这一批人 来谈我的主观观点 这是两个大前提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 今天整个视频的主线 就是我收到了这几张图片 这几个问题 我们先从一个每月的开始 这个人去年跟我聊的 他12月份来到杭州 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他是书法专业毕业的 然后他跟我说 他的老师经常跟他强调的一些东西 都是我平时讲的 他表达不出来 但是看了我的视频 他就表达出来了 然后受益飞舔 我也谢谢你的 谢谢你的肯定 这里面有几个讯息 他选择到杭州来发展 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他是书法专业毕业的 我是觉得如果你一定要做书法专业 杭州这个地方是把双人建 你要三思的 就第一个杭州好的地方 是他文化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会比较好 是不是 有很多好的文化创业公司都在杭州 在杭州起家的 包括西湖风景区等等 但是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要大于他好的地方 杭州竞争太大了 有什么 杭州有西林医社 有中国美院 是不是 他轮不到一个刚刚毕业的人 到杭州来单独创业 太嫩了 还不行 然后杭州的开销其实是很大的 交通非常拥堵 所以我觉得到杭州去做你的书法工作室的 或者是到杭州去做书法行业起步 你要三思 至于为什么老师强调了你表达不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 这个你慢慢的看 说 学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这个我简单的过一下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在一月份的时候 我是这样鼓励他的 我说你在书法专业 你还要他去学一点其他的 就是我们现在公司 从我来介绍我的公司 当时我在招人的时候 很多人招进来他不懂书法的 那没办法 而且我有几个老师的 他们的子女也在做书法行业的创业 他们招的人他们都不懂书法 我说这是99%的正常现象 一个人又要懂书法又要懂别人 那这个人是奇才 极少数的 对吧 一个人的时间只有这么多 但是 那我们招的人就是说什么 他要喜欢传统化 他喜欢书法 喜欢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 这也够了 因为他有这点兴趣 他更愿意去学习 去吃苦 他有这个抗压性 那如果他又不喜欢这个来做 这个肯定是不行 坚持不下去的 传统文化做到后面 一定是靠你的热爱 靠你的专注 靠你的坚持 是吧 所以我当时一月份的时候 跟他说 我跟他说什么 书法领域 你要去学一些技能 至少你现在要学一些剪辑的技能 不光是剪辑 我这下不算 你还可以学习英语 那有些视频 你要往海外平台去发展 日本 欧美 我们现在节目的翻译 是他在国外的领事馆做的 然后在日本留学过很长时间 在我身边学书法的 他在兼职来帮我做这个翻译的 一般性的翻译 还真翻不出书法这么复杂的 这么一个工作 比如说我们以前开过一个管校 我们说一根线条很有味道 这个味道该怎么翻译 就很难 所以说你要在书法方面 我当时建议他去拓展更多的东西 他说他在学习剪辑了 对 学习剪辑是一条路 然后就在三月份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找不到工作 他感觉他被世界遗弃 我能够体会到他的伤心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机构 就给四千块钱 杭州市没有他的课 然后因为疫情 把他打发走了 他又失业了 然后他还吐槽 不是说 他感叹别的专业张口就要一万 首先我想不得不承认就是在任何专业 不光是书法专业 在任何专业只要你做的好 你都会取得一个好的工作 这个是没有毛病的 如果你做的不好 你不够优秀 你自然会被淘汰 但是呢就是书法专专业 他可能被淘汰的概率 如果你走要走书法 这条路会很大 很高 这条话 这句话你看 他在杭州市给他四千块钱 他根本不能生存 杭州市一个人 我觉得借个房子两千五 你低一点两千块钱好了 是不是啊 你交通五百块钱 吃饭一千块钱好了 我算你吃饭跟交通一千块钱 就是你一个月三千块钱已经没有了 你什么都没干 你一千块钱就没有 三千块钱就没有了 你剩下一千块钱能干嘛 是不是 而且他提到了一家机构 机构的话题 我们到我再聊 一家机构能给到书法老师的费用 是极其少的 我非常保守的说一下 是30%到35% 甚至还不到这个数字 因为一家机构他要运营 他要给运营的人 他要给场地 他要人事各个工作的人员 他都要给成本 都要给工资 是吧 所以说 那机构更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人进去 他肯定不会给你课的 因为你刚刚 你能做上助教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一个机构 如果我是机构 我也愿意找那种实习生意解释 因为这样的人 他流动性很大的 他机构可以随时采源 对他来说是没有成本 成本很低的 除非你自己有生源 你说我跟你机构合作 我来开课 瞬间有10个人20个人报名 那机构会重用你 一般来说 你一个刚刚去机构的人 能给你做助教已经很不错了 劈劈作业 做点杂事已经很不错了 这就是现状 这是很残酷的现状 没办法的 然后我当然是鼓励他了 对吧 我说你正好利用疫情这段时间 你去充充电 因为疫情没办法的 中小企业和个体户 他就必须要承担这样的经济冲击 这是很现实的 对吧 你也不用去责怪机构 机构也没做错 然后他还说 大家的大学授科老师都很清贫 他们都是书法学硕士的 对 硕士的问题 我们到时候再聊 他们是可以留校的 还是可以生存的 但是书法老师其实 内卷其实也很严重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 很优秀的 崔寒白老师 邱振宗老师 美院的一些教授 导师都很优秀 但是你要知道 当时被他们刷下来的 其他的老师 不能说刷下来 可能我们没有见到的一些老师 也是很优秀 他们手上也是有东西的 肚子里也是有东西的 所以说我说这一点 就是我们的眼界要开阔 对吧 这个老师好的地方 我们要学 但他不代表所有 不代表全部 就是每个老师 他有自己的特点 我来看这个人 这个人是最近找到我的 学长好 他跟我是一个学校毕业的 中国民航大学 这个学院 自动化学院的分数线是很高的 基本上是一本顶线了 我现在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 反正这个学院的分数线是很高的 杭州 他又跑到杭州去了 这个人也去杭州了 对吧 说明杭州是带来比较喜欢的一个城市 然后他准备开办书法工作室 看到我的视频非常喜欢 那么你看 他说什么 书法一直是他的爱好 他已经成为书法的一部分 他这么说 已经有成功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 就是书法是他的爱好 并且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我现在发现很多成人也好 青少年也好 大部分没有坚持 没有写好的有一个原因 就是书法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点很重要 或许我们随着达法的分析 就是书法 一定要往生活这条路走 去开阔这条路 才是一条正路 再去聊 他没有勇气 破例像我这样 当时裸辞去做这个 这个我是觉得他比我稳 对吧 现在裸辞去干这个其实很危险 这里面他说他在机构里面做了两年 现在想自己做 他把我的视频 看通宵 看到半夜 也没有从小看到半夜 很有启发 平时喜欢 你看 这张图片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这个人 先说这个问题 他先兼职做了两年 这就是他成功的另外一个因素 他也具备了 就是他先试了一下水 就像照相机一样的 我们为什么要入门机 入门机是给一些经济预算不够的人 学生党去玩一下入门机 还有一个 入门机他便宜 我去看一下我去摸一下 这个相机摄影 我到底喜不喜欢他 我能不能够坚持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去坚持了两下 试了一下 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 这两年他有一个积累 这个积累很重要 来帮他决定了很多事情 我转过去有没有问题 因为我也是从 我们那个时候叫 昨天直播很搞笑 那个人说我连蓝领工人都不是 我们叫灰领 我们当时啊 什么叫灰领啊 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 就是一个操作工 就是我们就维护嘛 就中国其实航空也还是 民航也还是比较落后的 很多东西你做不了一些 因为有保密或者有协议 你这飞机都是买来租来的 出问题你都不能修的 你只是一个维护工作 还是很落后的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 第一个很稳定 这是好的地方 不愁吃不愁穿 国家给你加六斤 很好 但是呢 你看我这个人很有创造性的 他一旦有这样的情绪 他会慢慢的 如果他不喜欢稳定 他不喜欢从上班第一天 就可以看到他退休那一天的 这种生活的话 他很有可能会离开这个行当 这个专业啊 我说航空就是当时 你看修汽车的 修飞机的 这一些灰领 或者是蓝领工人啊 是非常吃香的 就是我指的吃香 就是你很快的可以找到工作 是不是 但是他局限性 他就很呆 当你不喜欢的时候 你要离开这个岗位 你的选择是很迷茫的 你不可能从这家航空公司跳槽 到另外一家航空公司去吧 然后就 那就只能靠自己的热爱的东西 我热爱书法 我去博一下 那我当时还去 那个面试的那个安全员 我也过了 但我没去 这我以前视频我提过的 就是国家当时推蓝领 灰领这个工程是对的 包括现在推书法 它也是对的 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当时 是会急需我们这样的工作 我们在大三大四 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我们就莫名其妙被招掉了 就是你生存问题 你不用担心的 但是现在书法专业 它卡在什么位置呢 国家推广传统文化 要自己的文化 说明什么 国家强大的 这条路走下去 就是要走 这是国家强大的表现 国家这个政策是对的 但是 他没有做好 就是行业的这个衔接 我不要这个专业的人 然后你看 这个人 我没有放大土皮 还保护他 他的隐私 挺有趣的 我觉得他会成功的 但是他还是要把 这里的书法的 这个体系给建立好 不然的话 他成功的时间不会很久 你看他朋友很多 你看他左边的几个垫子 说明人来的人很多 然后他桌上摆放的东西 没有那么的做作 比较随意 说明这个人的气量很大 对吧 往往这样的人去做书法专业 会就成功的第一步 这个人没有问题 他的心态也没有问题 他又准备过了两年 是吧 好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潘山柱潘老师 最近发了一篇文章 就是讲这个 我今天这个话题的 潘山柱老师 我介绍一下 他原来是 现在是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的秘书长 也就是上一届 他做到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 他其实在书法的推广上 做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包括他这篇文章 我们仔细来看一个重点 他最近调研了全国18所 设有书法专业的大学 一共18所大学 毕业的书法生有6000多个 但是到学校里面去做书法老师的 有多少个人 614个人 只有10%都不到的比率 甚至于综合类大学书法专业毕业的 他的就业率很低 只有1% 其中有两所是0% 我怀疑我们片头讲的 大学毕业生 就是类似于综合类大学 是不是 然后他讲 他也是非常好 他认识他想怎么办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的 他大概你们自己看 我就不画全 也就是说提到 就是学校里面 他现在不需要书法老师 即使有文件说 我们要推广这个东西 但是学校里不需要 对吧 这是一个缩影 还有一个缩影 我以前视频里面讲过的 你看 就是以上海为例 上海好的高中 需要特长生的高中 什么东西比较多 乐器 舞蹈 书法就那么一所两所 很少的 除非书法来测测学校 对吧 不然 这个也可以 其有可原 那就是我们至少 乐器 舞蹈 我可以去表演 我在有些地方 我可以去发挥 至少我一看 就是我乐器 我吹个几个月不行 很难听 我舞蹈 我没有苦练不行 其实书法应该也是这样 但是书法 它相对来说门槛很低 而且它没有办法表演 对吧 什么展览 对吧 这种视频 我只能在直播里面说 这里面 我就不说了 大家懂的 就是即使现在国家 再重视书法的教育 其实落地的工作 其实并没有做得很好 也就是这两年 也就是去年有一道高考做问题 直接拿书法来做文章的 如果这样的事情做了越来越多 我们书法在考试里面的比例 再越来越高 那书法说不定会越来越被重视 但是这里面还是有问题的 我们再继续聊下去 我们先把接下来的 他说了这段话 我们给讲一下 就是现在学校里面 怎么来解决书法老师的问题 第一个 那么他提出的意见 就是全国有这么多协会 书法家协会 能不能让这么多协会会员 去学校里面做书法老师呢 他的结论是不容乐观 因为这里面的衔接性 风险太大 风险太大 这四个字是我家的 你想想看 你如果是一个校长 你更愿意把你现在体制内的 受控制的 我已经选拔过来的 在体制内的 这个语文老师 美术老师 我培训这些人 迅速的让他去教 毛笔字 风险来得大 还是你让协会会员 有些人字写的很好 但他不会教课 还有有的人他 我吃不准这个老师 能不能应对 学校里面的这种环境 能不能应对 一个班里面有这么多人 他并不是那么喜欢书法的 但我要去教书法课 能不能处理好这么多风险 这么多的位置 你如果是校长 你会选哪一种 如果是我 我肯定选第一种 我的风险小 我好控制 对不对 而且这么多家长 心知肚明 书法并不能够帮助到 他们考试 升学 很多 很多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 也就是 就是协会会员 要进校园 这条路 还有很多东西要走 你没有资质认定 是不是 这个成本太高了 真的是太高了 即使 未来通过 比如说 派老师的努力 我们这样不断的去宣导 协会会员 很多人是很有能力的 他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进去之后 你能给他多少钱 我觉得 这个工资不足以 能够让他好好的生存 是不是 你让他像 那个阶神教练一样 这个学校 上午去A学校教书法课 下午去B学校教书法课 是吧 这个也是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对不对 你现在 从学校里面毕业去 直接做书法老师 这条路 我给你排除了 很难 很难 对吧 而且需要一些人脉的 你才能够 到学校里进编制 我身边有几个老师 是有的 但是 这个 你要复苏的东西 不是一般人都拥有 这些条件 大家懂我意思吗 我再给你排除一条路 就是你通过刚毕业去 办展览 卖书法作品 卖字 生活 绝对是不可能的 你40岁以下 你想都不要想 对吧 你看我平时 办一些小的艺术工艺 办一些书法作品 那有人来支持 卖的也不低 那仅仅是别人对你的支持 你平时对别人好 你付出的多 我们将心比心 人家 对吧 这种事情 不要说你了 你有些职位再高的人 有人买你字 他不一定觉得你的字好的 是不是 当然我希望买我字 人是觉得我的字好 对吧 我是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刚毕业 年轻的时候 卖字生活 是不可能的 这两条路 我给你排除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又要鼓励大家 去报这个东西 那么你毕业了 怎么这条路 怎么走会比较好呢 上听群 我们有很多交流群 对吧 这是我发的一个直播的海报 然后听听看大家的想法 他就说 我们中小学生 赵老师真的不多 只能去机构 然后疫情就停课 对吧 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事情 对吧 而且招聘的老师 门槛工资都低得很 你要知道 你去招聘书法老师 谁来招聘你 有的人人是 他根本就不懂书法的 他觉得你写好看 那就是好看 对不对 有的人他拿着国产 拿着中学会员 人家不觉得你写的好看 这也是很尴尬的一个问题 有这种情况的 是不是 就门槛很低 有的人他只要你交一个点痕书别 那交一些硬笔 你也能上岗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不稳定的 流动性太大了 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讲过了 这只是印证一下 这个人又是一个杭州的 大家很喜欢去杭州发展 传统文化的行业 当然这个人没有反正 但是他试过去做书法运营这个工作 但是他自我感觉还差点时间 这个人很冷静 这个人我对他有点熟悉的 那么我觉得他未来说不定是可以成功的 就首先 什么样的工作 书法工作是需要运营的 就我现在的书法工作 我是不需要运营的 那撇出我 我自己运营 自己还是懂点运营的 那一般书法工作是他走短平快的 快餐式的 他需要一个运营 因为我的课程做出来了 我有现成的试字力量 我要你帮我卖更多的课 咱们不管交的怎么样 说不定有交的好的 这样的机构是需要一个书法运营的 那什么样的机构 基本上是不需要书法运营的 就是我走长线 我是靠口碑 我是靠这种 怎么样 就是偏私塾那一路的 以人出发的这样一种教学体系 他往往不需要一个书法运营 他只要四五个人就可以开始了 这也是我的这么一套东西 这个其实跟书法也是一样的 你跑短途 你学当代人的 学老师的 直接拿别人的作品直接领 这是一条短线 是可以成功的 我指的成功仅仅是在 比如说我投展 或讲我拿一些会员 这个是可以成功的 长线就是取法活上 领古人的 可能学了几年 还是不好看 或者是怎么 不好看 不是说法不对 就是不好看 但是你慢慢慢慢 你的智慧越来越古朴 你这个人的修养越来越提高了 这个我要重点说一下 这个人 他们县城有一个书法学校 有专职的书法老师 这个老师的职生还挺高 平时会针对一些小学生的培训班 然后成人的 晚上做一些成人的培训 不过最大的 大多的朋友 学生朋友 不过成人班 大多是朋友 学生一类的 这样的人 我一听这个老师 基本上是位好老师 就为什么 他能够进书法特色学校 上海也有的 除非我学校是书法特色学校 我是大量需要书法老师的 对吧 但也不会很多 其实也不会很多了 但是你看 他能够针对小朋友有一个班 就说明他有一套成体系的东西 对吧 然后你看他能晚上抽出一个成人班 这说明什么 成人在工作之余 还愿意晚上到他那边去学书法 就说明这个老师体系是没有问题 第二 他能够吸引成人放下忙碌的工作 去学书法 这条路是对的 就说明 就以我为例 我有一个晚上的成人班 但他工作太忙了 他来 他真的是为了把自己要看吗 我觉得不仅仅是 他享受练字的这种静心 他享受在写字过程中可以去思考 去忘 并且忘记这种烦恼的事情 而且班级的氛围很好 你老师给他凝造的书法与生活的这个衔接点 做到位了 对吧 一个老师能在晚上开成班 那是OK的 对我不是说我 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是现在就太停留在计法 敌人说别人要这样 要那样 那只是书法很浅层的一部分 接下来就谈几个比较尖锐的话题 我们来简单来念一下 他的话题很尖锐 他认为现在高校盲目 开办书法专业是积极不负责人的表现 书法依靠了学生 毕业之后就业率积窄 而且很多人没有明确的发展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 不应再开班 再开书法专业 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这人他一样 他说书法这个东西一直是小众的 这个人说的话题 我也想再补充一下 就是国家宣传推广传文化 这条路是没错的 而且已经定下来了 那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大学来开办 书法专业来解决呢 因为这个东西啊 他毕竟是跟政治跟生意是有关的 我不能过多的展开 就是有相关专业历史悠久的这种学校 他在招人的时候 非常注重我的质量 对吧 但是现在新开的一些 他是新开的 没有很多历史沉淀的 他只要保证这个招进来的人够了 是有这种现象的啊 当然不代表你们进去就没有前途了 不是的 我要说的就是你们应该 多思考一些东西啊 你们未来这条路要怎么走 好 还有一个人呢 靠艺术来维持生活的 古境外都是风毛灵脚的 对确实没问题的 确实任务艰巨 他又 另外一个人又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 我也想聊的啊 这聊中间挺多的 书法需要普及吗 从现在的局面来看 大方向来看是定好了 是要普及的 但是他的历史前身就是改革开放前后 有很多学者认为书法不应该普及 他仅仅是在 国学 文学下面一个小分支 是极其小众的 我们不说谁对谁错啊 我们只说现在在普及 定好普及的 那该怎么普及呢 我是觉得你不能再像私塾那一套 搬到校园里面去 那肯定是要失败的 肯定是要失败 我以前很搞笑的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圈看到有人上图片 左边他说 我不想让我的书法科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画一条线 中轴线 自歪了 左高右低 这些几何类的 这就是现在你们 我们也不能说学院排 就是最常见的批改方式 那些最立竿见影 他能够让你一两分钟就知道 原来他说有道理 但那个 No 他不是书法 书法还是要书当乙人传 然后他的图片右半部分就是 难道我花了一个月 一年花了一万多块钱 换来一句老师跟我说 你去多读书吗 这个都是很有趣的话题 让人家思考 就在书法应该要普及的时候 怎么普及 我有一个观点 反而是田凯 更适合校园普及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而且他不能叫书法 叫毛笔字 我觉得如果你能把 教材定到毛笔字的这个领域 规范 让小朋友规范 做一个规范的小学生 做一个规范的写字人 做一个规范的 练字人 我觉得这一点更好普及 不然的话 你怎么让这么多人 去理解你的书当引人传呢 是不是 你们都说田凯 这不好 那也不好 我看了田凯 田老师 我以前也很不喜欢他的字 但是他在教课的时候 他还是把规范两个字 无论是人也好 字也好 他都是始终强调的 当然这里面也是有风险 任何一样决策 他都是有风险的 就是他会解渴 对吧 我这个字就这么写了 他没变化了 没有这种书法的高度 但没办法 你现在做的就是普及 普及就是最浅层的 我昨天看到一本书就说 中国学科什么东西最业余 最不专业 他说就是书法 你想想看 一个写过一两年的字 字的人 可以对着博士生的导师开口 张口就来 随便骂 真的是随便骂 你换一个 你让他去骂物理系的博士生导师 他都听不懂 对不对 这些都是 这反而代表了这个书法专业 他很年轻 他有很多地方是 可以进步的 当书法专业成熟到 我们都很尊敬他 我们不会张口看到一个老先生 写了报就骂他的 就成熟了 就成长了 就知道书法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 然后这个人是 说开创这个专业是无可厚非的 这个跟我想的差不多 然后说到这里 我感觉还有很多 我是漏了说的 但是我再总结一下 时代不同了 各位各位正在读书法专业 学准备想考的 然后我给你们 我们说了有几条路是走不通的 或者是给你们看了雪丁丁的现实 那我建议你们怎么去走这条路 我提我几点建议 第一个如果你想去学校里面做书法老师的 你不要着急直接进学校里面做书法老师 你可以先去通过你的书法本科专业 做语文老师 做美术老师 然后慢慢的找机会过渡到一个书法老师 这样是比较适合的 还有 有些岗位现在慢慢的是需要书法专业的学生 比如说出版社 出版社是一直需要的 比如说有些自媒体 对不对 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是饱和了 当然有些岗位是需要书法专业 你先去积累一下 在社会上工作环境中积累一下 去学习一下 你觉得你能够解决你的温饱问题了 对于社会 从校园到社会这个过渡阶段 你觉得你过了 再去选择 而且你可以在大学期间 跟你几位朋友慢慢的建立一个社团 做一些比如说公众号 网络媒体 有一些影响力了之后 你未来会帮助到你找工作很多很多 因为你有一定的积累 这个积累可能是你经验上的 能力上的 流量上的 资源上 是不是 就是不要想着一步倒回 我们再理一下 为什么很多人去学书法 真的说我有那么热爱学书法 我就报考书法专业的人吗 不会超过50% 我这个数字很保守 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 我没有能力考一个非常一流的名牌大学 但是我可以通过书法这个东西 我考一个还不错的听上去的学校 大部分的人是这样 还有一部分人 我成绩不是很好 但我自己还不错 我就报考 真的热爱书法 疯狂到我一定要去报考书法专业的人 很少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慢慢的通过校园里面的学习 就提高自己的书法技能 而且我建议 如果你想从事书法行业工作的 你可以本科不是书法专业的 但是你研究生要是书法专业的 因为本科你想时代不同了 我前面说时代不同 以前是什么师臣 什么某某老师 某某大师 那种都是你出问题 老师要为你负责任的 对吧 现在我更愿意称之为导师 不要说什么师臣 那个你一个老师带几十个学生 比如你毕业之后 你出任何问题 你做任何蠢事 都没有人来兜着你的 就没有人会来帮你 对吧 我现在看到有些 很极端的 从美院出来的学生 做了一些事情 大家不要去模仿 就是懂吗 就是好好的去做一些一步一步 不然的话 你的父母 造成不良后果 你父母会伤心 你自己长大了会愧着自己 你的导师如果知道了 一个有良心的导师 会为你在做的事情 感到伤心 不要去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 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的 尤其是对你自己 那可能本科你是需要几个书体 熟练 对吧 到了研究生 博士生 你就要思想上层面 要有自己的风格了 那个时候 其实你对于你跟老师的关系 会慢慢的变得密切 因为老师带的学生少了 他跟你走得近了 你跟老师学的越来越多 老师的很多东西 你都有 资源 人脉 还是刚才那些东西 都都有 会帮助到你以后的 那如果你说真的要留校 还真不是每一个博士生 都能留校 那个是需要其他方面的 对吧 我直播时候说 以后你们可以关注我 看我们的直播 我那天跟我的同事 昨天直播的时候 他们希望我建一个群 就是书法专业的 或者是想从事书法工作的 我会建一个群的 好吧 会放在评论区 你们可以慢慢的打磨 好不好 说不定我们 可以帮助到你们一些事情 然后关于直播的问题 我也讲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直播 担心每一段cut 会刷屏刷B站 所以我们放到了别的平台 但是有人觉得 他们就习惯在B站看我节目了 那可能我们会尽快开一个 九度书法课堂的小号 专门放直播cut 课程cut 作业批改cut 好吧 这个讯息我们也会在 你们要关注我放在动态里面 然后放在交流群里面 我们会有这个讯息那个的 我很想帮助到大家 也很想把这个行业越做越好 那么可能这些主观的观点 我说的比较的零碎 比较的不够那么严谨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讨论 真理越辩越明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期视频的话 一定要一键三连 给我们多多的关注 多多的支持 好了 我们评论区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